各位好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平移平衡 以及转动平衡 那什么叫平移平衡呢? 就是 等速直线运动 或是 静止状态 合力为0的状态 叫做平移平衡 那转动平衡 就是 静止状态或是 转速固定 没有越转越快 或越转越慢 这样叫转动平衡 那什么时候会平移平衡 那就像是说 什么时候会等速直线运动 或静止 那就是合力为0 合力为0会平移平衡 合力为0的时候 一个物体它可能受到很多个力 一二三四五五个力 那如果这五个力 全部加总起来等于0的话 因为力是向量 所以向量可以平移 向量平移之后 这五个 向量加总为0 意思就是 它们可以形成一个封闭的形状 1 然后加2 然后加3 然后加4 然后加5 会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这个就是 第一个性质 那如果今天 一个物体只有受到三个力 只有受到三个力 而且这三个力 合力为0 那也就是说三个力 可以 围成一个三角形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运用 必是定理啊 例如说 如果两个力 已知 然后我们知道它是禁止的 那第三个力 一定会长这样 对不对 如果两个力互相垂直 然后我们又知道 一个物体受到三个力 那两个力已经互相垂直了 那如果第三个力要跟它们抵消 那第三个力一定是斜边 所以如果是三个力合力为0 就可以运用三角形的数学定理 像是B4定理啊 正弦定理都可以使用 好 那如果说超过三个力 超过三个力的合力为0 通常比较方便的做法就是 用直角坐标分解 用直角坐标去分解每一个力 沿着X轴 把每一个力的X分量 Y分量求出来 然后如果这个物体是禁止状态 我们再去分析 再去分析它X方向上 合力 力的分量 要合起来为0 以及Y方向上各个力的分量 合起来要为0 这样子 去解连力方程式 那这就是平移平衡的部分 那如果是转动平衡呢 前面我们提到力矩 就会改变转动的状态 所以如果转动平衡就是 合力矩为0 合力矩为0 它可能是禁止状态 或是等转速 等转速 没有越转越快 没有越转越慢 这样子 那这里有一个重点是说呢 当合力为0的时候 合力为0 并不是合力矩为0 当合力为0的话 参考点 就是力矩的那个参考点 随便选 随便选 都不会去影响到合力矩 这个我们另外一个影片 有证明 各位可以去找一下 用这个关键字 合力矩为0 不影响合力矩去找 去搜寻 就可以找到这种影片 有证明 利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我们就可以推理出下面的这个结果 如果今天有不平行的三个力 的合力矩为0 那这三个力的延伸线 就会交于同一点 举例来说 如果现在有一个 椭圆的物体 它收到三个力 F1 F2 F3 那这三个力的延伸线呢 如果有相交于同一点 那以这个点为参考点的时候 因为力矩是0 F1 F2 F3 对于O点的力矩都是0 所以 F1造成的力矩 F2造成的力矩 F3造成力矩都是0 这样它就属于合力矩为0 转动平衡 那如果今天我们只是稍微 把F3的这个作用吃力点呢 稍微移一下位置 搞像原本是在这边嘛 移到这边 那力的大小都不变 力的大小都不变 所以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把F1延伸 F2延伸 F3延伸 然后F1 F2的交点称为O 可是这时候你以O为参考点的时候 虽然F1的利弊 是0 F2的利弊也是0 可是我们会发现 F3的利弊不是0 F3的利弊不是0 那这样就会造成有合力矩 就会造成有合力矩 如果你不是以F1 F2的交点为O 你如果选另外一个点为参考点 那这一次变成是F3的利弊是0 因为它通过参考点 利的延伸线通过参考点 那F2的延伸线也通过参考点 那F3的利矩是0 F2造成的利矩也是0 可是F1没有通过参考点 F1的延伸线没有通过参考点 所以F1会有利矩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 你不管选哪一个参考点 都一定会有剩下利矩 那这时候就是合力矩不为0 所以说反过来说 当合力矩为0 只受到三个利的时候 这三个利的延伸线 一定会交于同一点 这样子 那所以这也再度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 虽然利的大小都一样 利的大小都一样 可是作用的施力点不同 利矩的结果就不一样 所以在算利矩的时候 不要改变它的施力点 这个施力点很重要 施力的位置会影响到利矩 好 先到这里 谢谢